6月17日,网红孙艺宁的前任小汪发布长文,分享了自己和女方的亲密照片,并且提出诸多控诉,疑似爆料了很多内情。 小汪透露孙艺宁在与他恋爱期间,和很多男性暧昧不清,王思聪只是其中之一,并列举出详实的时间线与聊天记录。 就在孙艺宁去上海与王思聪见面的当天,他对小汪的说法是工作,似乎是在有意隐瞒。 小汪还爆料了孙艺宁的炒作计划,直言他是在和女生吵架CP,过生日的时候在男友眼底下和CP热闻,只为了拍视频炒作,网友看了小汪的长文,有人说两边都不是好人。 在与王思聪撕破脸之后,孙艺宁受到极大关注,直播时吸引了数十万好奇的网友围观,被爆一场直播赚百万。 也有网友挖出孙艺宁的黑历史,直言他前不久还侮辱一位残疾老太太,他带着自己的粉丝闯进老人的直播间,言辞很没有礼貌,只要他的粉丝关注了老人,就会被管理员拉黑,做事十分嚣张。 孙艺宁与王思聪的事件备受争议,也让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,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?